这番杜鹃花修剪之后 这个生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这个新芽 不对劲啊 可能是有菌配虫了 这个杜鹃花是很容易长菌配虫的 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就是这个叶子表面 看上去有这种白白的点 翻开一看就有这种黑色的 这就是典型的长的菌配虫 虫靠哪去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菌配虫 看一下多不多 要得给它喷药了 可能是我摆放的这个地方 刚好是靠正面墙 不够通风 然后它又这么密 现在就要给它喷药 这里有一只 这个菌配虫 它很像这种小苍蝇 它是带这种翅膀的 它的这个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现在我就来给它打药 用这个比虫林 用这个比虫林 稀释500到800倍 这个正反两面都要喷到 这样就喷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稍微稀释一下 灌根 为了预防和把它刷彻底 我再给它买两勺小白药进去 OK搞定 这个杜蝇花打了药已经有三天了 现在来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菌配虫 这个因为是之前的不可逆的这个颜色 看一下有没有虫就不知道 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掐死的 这是之前掐死的这个虫 这样检查是没有 我再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好像已经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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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效果还是很可以哦 一次就给它搞定 一次就给它搞定 过几天我再检查一下 如果还有的话再给它喷 我猜应该是没有了 那么多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这就是这个颜色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就还有这个颜色的颜色 是非常颜色的颜色的颜色